在走營曾經的大巴製作餐 在一族改名浴火床生後 呈現都會夜生活風格 用餐環境寬敞 百惠菜色豐富 但看完了 你會想來吃嗎 大家好 我是偷豆 大家好 我現在來到高雄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旁這一家飯店是 連上大飯店 之前是有網友跟我分享 他這一家自助餐感覺很厲害 所以要我來試試看 我今天就來了 不過OK啦 等一下我們就進去吃吃看 他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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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不过OK啦 我们等一下先去拿点东西来吃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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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噢 Oh my god 等待 是值得的 来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调酒 敬你们 那接下来我们来吃生鱼片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将生鱼片的好朋友 哇沙比酱油给准备好了 E- bedroom 诶 可是它是新鲜的 有 雖然說它這個蒜魚片切得很大塊耶 可是為什麼它魚精的口感可以這麼的重呢 鮭魚吃起來也是有欠缺一種感動的植物耶 這什麼味道啊 不是很舒服啊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泥性的部分了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帆利貝部分了 這個冷盤帆利貝它不用等 可是它的味道也是一樣的好 我是覺得這個螃蟹需要沾將的資源啊 我是覺得說它這個螃蟹整體的肉有點乾巴巴的啦 它缺少水分的感覺 這個白蝦雖然吃到有種鮮甜的滋味 可是它的肉質感覺沒有到 這個白蝦雖然吃到有種鮮甜的滋味 很Q彈耶 來吧 我們把淡菜當飯吃啊 它這裡面好多蟹黃喔 喔!! 喔齁 它這個螃蟹比剛剛上一份的表現還要好耶 嗯 喔喔 又哇 好啦 種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到这边我才觉得这些海鲜才是正常的表现呢 那接下来再用这个啤酒敬你们啊 那我们这一轮的东西啦 已经吃完了 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东西吧 请用两个自烧干贝寿司 还有排胆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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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能洩漏包 謝謝 你給我一個燃料化泥還有海尼根 謝謝 好啊 你說酒排88塊 好我可以刷卡嗎 可以這個就好了 好謝謝 OK啦各位我們拿第二輪的料理回來了 那這一輪啊 我有拿他這次的招牌 丈夫牛排還有豬排 希望你有保養 就是要這種爽感 接著來吃這個炸蝦 好爽喔 我快用這種幸福之味快配那個調酒 海膽壽司 我現在都感覺到滿嘴的菜味 帶一點點海洋的味道 我覺得真的蠻可惜的 就差那麼一點 雖然說這些是炙燒壽司 可是吃起來感覺它炙燒的威力 可以再強一點了 沒有什麼感覺 來吧 帶有屏東味的櫻花蝦炒蛋呢 還有這個是金沙炸蝦吧 這口感好油喔 我覺得它加了鹹蛋黃一起下去炸啊 它的口感是更加的油膩了 石斑的肚子啊 石斑的肚子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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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羊肉感覺看起來就很厲害耶 這個羊肉燒會燒到我心花怒放的 啊這旁邊還有這個豬肋排啦 這竟然整粒的蛋黃掛在這裏啊 有要去半熟蛋就這麼這嘴巴炸裂開了 這還要去半熟蛋黃掛在這裏啊 我這也太舒服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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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我們第二回合的東西也吃完了 我們這去拿下回合的東西嗎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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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OK 各位 我们这轮就大约拿一些东西 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吃甜点了 希望这一杯敬你们了 我们要匙肥浓虫 等我们来看看吧 它是到處都吃的到味道 但就是好吃了 還有這個糖醋排骨 滿滿的薑絲還有青蔥 OMG 奇怪怎麼感覺沒有什麼味道 真的耶 不過OK啦 等一下我們再去拿點甜點來吃吧 只有一份水花冰 謝謝 好 前面還有舒服雷跟泡湖嗎 有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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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我們留了充裕時間來吃個甜點 應該OK吧 舒服雷 嗯 綿綿綿綿綿的軟爛甜蜜的滋味 好舒服 它這個泡芙殼雖然吃起來已經沒有剛出爐的脆度 但是它裡面的內餡感覺也跟冰淇淋的味道一模一樣耶 應該輪到慕斯了嗎 應該輪到慕斯了嗎 嗯 哇酸酸甜甜的滋味 好清爽哦 我沒有想到今天來這邊又有金箔點心耶 我沒有想到今天來這邊又有金箔點心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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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雪花边撒了满满的煉乳之后 变得十分可口 好浓郁椰奶香味 最后我们用这个美好金黄色来做结尾吧 好了那各位啊 等一下我们去外面做结尾吧 各位 我们今天调酒喝的好像有那么点多了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脸上大饭店的想法吧 他的鞋对面就有一个他的对手 我们之前去吃过的汗奶 虽然说他的酒水让我还蛮满意的 重点是冷盘海鲜 有我最喜欢的 呵呵呵呵呵呵呵 说真的今天这一餐你要我闲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陷 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不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了 还有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